这是一场奖金高达2450万的猎杀游戏 在这个城市每存活一小时就会有一笔不菲的奖金 而玩家只能携带一部定位手机 每个一小时公布一次位置 方便五位猎人找到玩家 如果中途退出 那么玩家将被猎人一直追杀直至死亡 但如果成功存活24小时 那将获得2450万的高额奖金 如果是你 你敢参加吗 阿伟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游戏突然开始 从现在开始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猎人 想要活下来就必须不停地移动位置 阿伟紧张地在马路上狂奔 刚坐上公交准备冷静思考下 这时一个金发男直接在阿伟身边坐了下来 阿伟看了眼金发男直见他打开提包的锁扣 阿伟顿时感觉不妙 他跳出座位直接逼停了公交跑了下去 为摆脱猎人他只能不停地变换地点 这时他发现身后的大奔一直紧跟着自己 一声枪枪 阿伟赶紧弯腰抱头 向着对面跑去 突然又被驶来的出租车撞飞了出去 阿伟赶紧起身跑向商场 因为猎人不会在人多的地方直接动手 他坐到商场擦鞋座位上 拿起报纸挡住脸 躲避看似是追杀的猎人 通过报纸缝看到电梯开门 一个进步冲了过去 终于可以稍作休息 可就在电梯关上的瞬间 一只大手伸了过来 吓得电梯里的婴儿哭了起来 阿伟顿时心头意紧 他偷偷拿走女人背包中的笔 座位防身 这时电梯响了 西装男也走出了电梯 悬着的心才得以放松下来 阿伟在走廊中寻找藏身之处 突然听到身后有声音 西装男早已站在走廊尽头 第一个猎人真正现身 只见他从袖口变化出一把冰锥 向着阿伟飞奔而来 阿伟急忙向消防楼梯跑去 凭借多年的长跑经验 很快将西装男甩开 他来到洗手间藏了起来 然而不久西装男就跟了过来 他趴下身子 没有看到阿伟 但他不紧不慢地来到镜子面前 放下冰锥 脱掉外套 掏出口香糖 对折一下 放进嘴里 接着掏出书嘴 将他沾湿 唱着战歌 整理起发型 这歌声仿佛是道催命符 听到阿伟全身发毛 戈壁收书拿武器 西装男挨个踹开 眼看就到阿伟这里 阿伟紧张到大气不敢出声 西装男踹开最后一个门 看见阿伟紧张地蹲在马桶上 他没有立即动手 反而向主办方老白抱怨道 这次的猎物太弱了 白白浪费我宝贵的时间 就在西装男准备动手时 阿伟一招门板攻击 将西装男撞翻在地 自己则逃了出去 西装男摸了下额头 会心地笑了 此时两个小时过去了 妻子看着账户不断进账 心里慌了 给阿伟打电话不通 找来阿伟朋友小胖 可小胖也不知道 阿伟在干什么 两人来到银行 询问账户问题 可工作人员表示 是境外打患 他们也查不到信息 而阿伟这边 游戏依然在进行着 他摆脱了西装男 准备逃出商场 这时第二个猎人 皮衣男出现 他拿刀威胁阿伟 因为不能在人多的地方动手 于是皮衣男带着阿伟 坐电梯 准备去个安静的地方 这时西装男看到 自己的猎枪被抢 拿出冰锥 逼停了电梯 阿伟趁机一个拐种 击到皮衣男 穿过人群逃了出去 真是不怕敌人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阿伟像个无头苍蝇一样乱跑 一个不注意 被迟来的车子 撞到跌下楼梯 就在阿伟起身准备离开时 西装男已经站在楼梯口 阿伟急忙转开身后的铁门 可两个门都被关得死死的 西装男向着阿伟步步紧逼 这时一个警察走了过来 但阿伟并没有向警察寻求帮助 因为游戏规定不能报警 否则将会被一直坠上 在警察的注视下 阿伟顺利逃脱 他骑上自行车 准备找个安全的地方 可刚转一个玩 第一男从胡同里冲了出来 上去就给了两拳 阿伟也不认怂 一拳挥了过去 皮衣男掏出尖刀 就要截过了阿伟 可惜脚背车轮卡住 阿伟再次逃脱 光跑肯定是跑不过他们 况且还有三个猎人 一直没有出现 这个男人正在被人追杀 他看着急迟的地铁 跳过安全闸 刚到等待区 就看到人群中的猎人 西装男 男人急忙向车厢跑去 乘客们惊恐地看着阿伟 女孩看到阿伟坐过来 害怕得赶紧跑开 看着阿伟一次又一次地 从猎人手中逃出 老白很是兴奋 他立即派出其他猎人 这时阿伟来到教堂 向神父倾诉 试图安抚内心的不安 神父问到什么时 可阿伟始终闭口不谈 就在这时 外面有个人影不停地走动 阿伟认定 外面的人很有可能就是猎人 于是 神父及时阻止了阿伟 没想到人家也是来祷告的 神父认为阿伟的行为 玷污了教堂 逼问他 到底参加了什么事 可阿伟坚决不说 因为游戏规定 一旦说出 就会被猎人一直追杀 此时 手机传来两声声响 位置暴露了 而神父手里 也有部一模一样的手机 没想到神父 就是第三名猎人 阿伟急忙寻找出口 可大门早已被神父 锁得死死的 阿伟犹如瓮中之鳖 原来神父在一小时前 根据暴露的15秒移动位置 算到阿伟 一定会来熟悉的教堂 寻找安慰 神父挥击铁锤向阿伟砸去 阿伟被击得连连后退 神父继续补锤 没想一锤砸开了门锁 阿伟推开神父 就要开门离去 不料神父上来 就是一拳 一锤把阿伟摔翻载地 看着无法动弹的阿伟 神父举锤 就要截固了他 可惜锤子卡在门上 阿伟顺势推门 神父被门 夹得哇哇大叫 阿伟趁机一脚 把神父踹到房间 并把神父锁了起来 阿伟躲在街角边 出离腿上的伤口 一瓶福特加一罐胶水 简单缠上纱布 就慌忙去找藏身之地 可刚跑两步 腿疼得就摔倒在地 看样子跑是跑不动了 这时 手机铃声再次响起 位置马上暴露 阿伟来到球赛现场 趁大胡子关注比赛 顺走了球衣帽子 此时 妻子已经找阿伟十个小时了 账户也累计 有了220万 而警察却以人口失踪 不超过24小时 不予立案 没办法 妻子挺个大肚子 一遍遍翻着书房 试图从中找到线索 突然 一张陌生名片 吸引了妻子的注意 阿伟看着倒数的数字 穿上球衣 戴上帽子 混进走出来的人群 此时 西装男根据位置赶了过来 可刚走到 他立马傻眼了 乌鸦鸦的人群 清一色的红球衣 他立刻爬到高处寻找 就在阿伟走出大门时 大胡子认出了阿伟 大喊道 西装男一眼认出了阿伟 为躲避西装男的猎杀 阿伟躲进私家车的后备箱 再一次 从西装男眼皮底下逃了出来 然而半路 他听到车主说 要去另一个城市 他想起游戏 不能离开这个城市 于是不停地制造声响 车主一家 听到后备箱有动静 立刻停车查看 阿伟趁机跑路 刚跑没多远 看到一辆正在加油的出租车 坐到驾驶位 一脚右门冲了出去 气得司机都扔了手里的妈你 阿伟驾车来到家门口 刚想进屋 突然听到一阵 摩托起飞的声音 黑人一铁棒 敲碎了车窗 为了不牵连到妻子 阿伟匆忙驾车 逃离这里 而妻子听到声响 朝外看去 却看到阿伟被人追杀 黑人紧跟不放 突然掏出一个飞镖扔了过来 车胎瞬间爆台 为摆脱黑人 一个急杀 对翻摩托车 盼着倒地不起的摩托 紧张的心 才慢慢放松下来 突然 一根铁丝 勒住阿伟的脖子 原来刚才那一幕 是黑人的障眼法 只是为了跳上出租车 阿伟越是挣扎 雷得越紧 就在危急时刻 一个地板油 撞向前方隔离带 黑人被撞出车外 而此人并不是别人 正是教堂的神父 阿伟本想放过他 但他却说 只要自己爬起来 他就去找阿伟妻子 威胁他出现 听到妻子生命 受到威胁 阿伟举起把砖 一砖结果了神父 他登上一艘绕城邮轮 打算吃点东西 补充体力 突然 一个女服务员站了出来 没想到 平平无奇的女服务员 是第四个猎人 阿伟始料不及 被踹翻在地 刚起身反击 就被女服务员打得满地着牙 身体上 精神上的疲惫 让阿伟无力反击 女人拿起羊肉串 撸下羊肉 手持铁签 向阿伟逼近 阿伟奋力反抗 可铁签 还是顶到脖子 就在这时 阿伟看到女人身后 燃烧的火苗 他拿出吃奶的劲 把女人推到火边 很快 火苗把女人裤子点招 阿伟趁女人扑火 逃到甲板 爬到最高处 爬住桥梁 准备逃离这艘游轮 可女人仍不死心 追了上来 他向阿伟一动过来 就在一步之遥时 阿伟一脚 将女人踹进河里 又成功甩掉一位 他来到父亲的修理场 顾不上干净不干净 捧起坑里的水 喝了起来 他实在走不动了 正准备找个地方 休息一下 突然正对面驶来 一辆汽车 这个男人 被追杀了整整18个小时 看着追来的汽车 跑时跑不掉了 正当准备放弃抵抗时 原来是好友小胖 阿伟仿佛劫后重生一般 他拿起水瓶 一饮而尽 小胖询问 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阿伟无法回答 就在这时 大奔再次追来 原来是西庄男 他淡定地听着古典乐 仿佛猎物就在手中 阿伟为了不千年朋友 在拐弯处跳下了车 等西庄男追上时 阿伟已经逃到了贫民区 这里人员复杂 不易发现 正当阿伟以为安全时 一根棍子从后面挥了过来 再次醒来 几个黑人拿着枪包围了他 阿伟要求他们立刻放了自己 因为过不了多久 会有人追杀到这里 可老黑根本不信 对着阿伟就是一顿胖揍 就在这时 突然有人敲门 帽子男刚走到门口 就被乱枪扫射 阿伟急忙逃到卫生间 关门瞬间 阿伟看到来人 正是坐公交的金发男 趁着金发男解决外边的人 阿伟打算顺着管道下去 可低头一看 皮衣男顺着管道爬了上来 阿伟被前后夹击 就在进退两难之际 金发男乱枪扫射 不慎把窗台的皮衣男 击落下去 阿伟躲在浴室角落 瑟瑟发抖 于是金发男掏出电击棒 准备解决了阿伟 这时一声枪响 金发男硬声倒下 原来是没死错的黑人小哥 帮了阿伟 阿伟捡起地上的枪 小心翼翼地穿过客厅 刚跑出走廊 就碰到一位眼镜哥 原来眼镜哥是专门处理 游戏案发现场 看着满地尸体 眼镜哥面露难堪 因为生理和心理的疲惫 阿伟想要退出这 惨无人道的游戏 可老白竟绑架了他的妻子 逼迫他完成游戏 现在先生不得不发 为了妻子 阿伟决定主动出击 他再次来到附近的修理厂 拉出消防管 绑在开关上 拿起铁链 合上店长 保了位置 淡定地在灯牌底下 等待店人的出现 很快三名猎人都齐聚于此 女猎人率先出发 皮翼男紧随其后 唯独西装男 又不紧不慢地整理起发型 皮翼男刚进入仓库 就被掉下的铁链系列 这时阿伟从背后闪现 拿枪威胁皮翼男 去找妻子 突然 女猎人后退发出的声响 让阿伟分了神 皮翼男趁机一个反转 抢过手枪 三两拳将阿伟制服 阿伟看准时机 推开皮翼男 合上开关 皮翼男的手 被店门压住 无法动弹 阿伟匆忙逃走 可刚跑没两步 就摔了出去 手枪也被人捡走 原来是小胖 此时阿伟严重怀疑 是好友 就是他们的卧底 然而此时 小胖却毫不犹豫地 举起了枪 一声枪响 阿伟瞬间爆头 再往后看 女猎人跪地而亡 阿伟也终于 有了自己的队友 五个猎人 三个死 一个伤 只剩下西装男 就在这时 西装男朝着他们 一顿乱枪扫射 小胖不幸被打中 阿伟搀扶着小胖 躲到安全地方 他拉开连接 消防管的开关 不明液体 哗哗直流 看着不断流来的液体 西装男屈身蹲下 查看情况 这时 阿伟拧动阀门 一缕火苗 熊熊燃起 阿伟顺势关上大门 西装男看着 扑面而来的大火 快速撤离 此时 阿伟已带着小胖 从秘密通道 安全撤离到天台 安顿好小胖 阿伟又马不停蹄地 继续着自己的任务 他找到眼镜格 逼问妻子的下落 终于 阿伟在废弃的大楼里 找到了妻子 时隔23小时 夫妻二人终于见面 正当两人打算离开时 西装男竟然没死 又杀了回来 为了妻子的安全 阿伟独自引开西装男 阿伟奋力向楼顶爬去 西装男紧追其后 可到了楼顶 却没有一处藏身之处 四周空荡荡的 此时 西装男也持枪追了上来 西装男邪眉一笑 收起将之 又从袖口掏出冰锥 向阿伟步步逼近 阿伟紧紧抠出凸起的大量 西装男对准阿伟的手背 举起冰锥 正要刺下去时 一缕阳光照在冰锥上 太阳升起 24小时已到 西装男收起冰锥 向阿伟伸出救助之舍 阿伟犹豫片刻 紧紧抓住了西装男 他被救了上来 妻子看着还活着的丈夫 两人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此时白老板再次来电 而他手里正拿着一个人的资料 他会不会是下一个猎物呢 如果有这么一场高额游戏 你会参加吗